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族真线 首先啊 老兵要向我们一些网友表示感谢 得知这个老兵有些心脏爪脖的问题和高血压的问题 很多网友第一时间送上了祝福和关心 还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啊 老兵非常感动 给我找了很多自己作为高血压患者的降压的一些方法 不吃药的一些降压方法 老兵也不会去吃药 我只是说偏高一点 这个估计跟我平时做新闻有点紧张焦虑感 包括对台海局势有点焦虑 平时做节目有些事情我们慷慨激昂的状态 每天都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 再加上可能有的时候晚上睡得有点晚啊 对吧 平时吃饭 蔬菜 水果吃少了 又大鱼大肉的啊 这个可能就是综合因素 就是年纪轻轻都有点这个症状啊 但是我的这个症状是不太明显的啊 但是啊 稍微是有一点啊 稍微是有一点啊 包括心脏早博呢 我发现也是这两天 我自从啊 年前体检发现这个问题 现在开始早睡觉以为 开始改善了这个睡眠以后啊 进去12点前就睡着 这个问题感觉还变好了啊 变好了 过段时间再去看看 复查复查啊 没问题就OK了啊 所以说非常感谢各位啊 我也非常感谢那些台湾的 真正的我们的统派的一些啊 同胞们啊 默默的啊 这个在心里面啊 希望两岸能统一啊 但是这个啊 动机也很纯洁 不追名逐利啊 这种我们的同胞啊 才是真正的台湾同胞啊 那虽然说很多人他那个脑子都坏掉了啊 但是你们脑子很清晰 你们知道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正能量啊 非常不错啊 非常不错啊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主要是说什么呢 对几件事情啊 大家不太懂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啊 给大家呢 老兵啊 给大家一些评论啊 一一点评啊 首先第一个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呃 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啊 我们现在看到了啊 那么各方的都各路神仙都表态了啊 当然这个我指的表态都是指 啊 安理会的这个大国 主要的世界大国 这些事情跟那些 世界上193个国家啊 只有那么啊 五个国家 才算是国家 其他的都算是陪衬啊 这是很现实的 漏洛强势丛林法车 黑暗森林法车 对不对 啊 现在这个世界 越来越朝向了啊 黑暗森林法车的那个 三体当中的黑暗森林法车去走 要么我灭掉你 要么你灭掉我 对吧 现在你每天打开新闻 看到的最多的字眼就是制裁 嗯 就是制裁 对吧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啊 我们看这张图片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美国啊 啊 这个 明面上的最高的决策机构 在这开会呢 一开会多出来两个国家了 对吧 你看到没有 奥斯顶啊 布林肯 杰克萨拉文啊 这个 包括这个啊 耶伦啊 包括这个啊 马克米利啊 美美美美军军 军令部门的最高统治者啊 统帅 对吧 然后啊 就是在这里开会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制裁顿巴斯啊 没有制裁俄罗斯 那么 欧盟呢 也是跟进制裁顿巴斯 也没有制裁俄罗斯 但是 那么日本说要制裁俄罗斯 但是也没声音 也没动静啊 因为毕竟要考虑到 跟俄国也是很近的 这个有北方思导问题 他也不敢 他也冒进 那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例 那就是英国 那么英国 他这个 对俄国的制裁 是最狠的 我们来看看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制裁 他的制裁是这样子的 对五家这个 俄罗斯的银行 和三个个体 实施制裁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 刚刚消息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 对五家俄罗斯银行 实施制裁 报道称 约翰逊表示 英国将利用前所未有的新力量 对俄罗斯实施 事先准备好的制裁 此外 据英国卫报 最新消息 这是英国首都 约翰逊宣布的第一批 对俄制裁措施 这还包括对三位俄罗斯 赴典进行制裁 报道称 这意味着被制裁者 在英国持有的所有资产 都将被冻结 更能也将被禁止进入英国 约翰逊表示 如果附近进一步行动 进一步制裁措施 已经到来 那么制裁这三个 所谓的俄罗斯寡头 这三个都是普京的亲信 都是普京的亲信 在俄罗斯的富豪榜上 是排名第四位 还是第六位 第十 反正就是前十里面 那么五家的俄罗斯的银行 也是它主要的银行 英国就制裁它 那么 大家就搞不懂了 这个英国为什么 对俄国的制裁这么狠 这里面就要大家看懂 这里面政治了 我说过欧盟和美国加拿大 它都是新左派统治的国度 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左 但英国它不是白左国家 英国是保守势力 可以说是以新教为背景的这种英国保守势力 我们称之为这个白右势力 也可以这样子来称 但是它还没有到达那个极右的状态 像美国那种 特朗普主义者 那属于是极右 但英国这就属于右翼 所以说 现在呢 英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你从之前英国女王和鲍利斯 约翰逊的这个状态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处于这个罗斯柴尔德 和伦敦派系 和这个就是它的这些打手 比如说像之前的外交大臣叫拉布 和这个图根哈特 这帮犹太人 要夺他的权 英国呢 大家要知道 它玩的都是大陆均衡主义 那么它之前是欧盟 对吧 之前加入欧盟 在欧盟当中赚了很多的好处 当他看到欧盟 不停的在往东扩 吸收这个巴尔干国家 和东欧一些国家 作为成员国 那让北约 对吧 欧盟在北约的这个基础之下 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军力 各方面的发展 都是很势头很猛的 那么再加上 英国呢 这个保守势力看清楚 欧洲正在凯乐其化 所谓的这个新左派的这个事情 凯乐其化 搞过那么多难民 阿拉皮子 那他就赶紧的退出了欧盟 在这一是欧盟实力越来越做 越做大越做越强 第二个难民的这个问题 他就退出来 退出来以后呢 就削落了欧盟 削落了欧盟 欧盟现在又因为难民 凯乐其化搞的是非常乱 那么俄国呢 对吧 现在等于说是 等于说又是在东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要玩平衡了 当欧盟在往 在往这个东走的时候 他就要搞欧盟了 搞欧洲了 当俄罗斯开始往西在推进的时候 他就要搞俄罗斯了 所以他对俄国的制裁是比较 这才能称得上叫做制裁 金融制裁 而且制裁到个人 那美国那种白左 跟这个欧洲大陆这些白左 德国法国都是白左国家 他们都是拿张小泉 拿王马子 把自己咔嚓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都很软 所以今天你看到在乌克兰的这一幕 又是阿富汗的重现了 我跟你各位讲 白新左派 他的核心思想 就是搞乱这个世界 对不对 他的核心思想就是打掉 人类社会的那种文明的枷锁 给你彻底颠覆掉 所以他打得这么乱 他才好呢 所以而且这帮人他都是什么 新左派啊 跟这个 曾经的马克思这种左派 又是不一样的 这个肯定是以这个 这个社会中下层为主 但是 新左派 他是以知识分子和这个富二代为主的 明白吧 所以他们呢 又怕死 又他妈什么 追名逐利 又爱钞票 所以说你就能了解白左 有什么样的人来构成 你就能知道他的行为的这个方式就是什么 他是以这种 一个社会当中中上阶层 就中产阶级以上 富裕家庭的富二代 就是玩 而顽固子弟 对吧 我们看很多一些这个天天在那里 有些我们中国不也有些 有些富二代其实也是新左派 天天那个吸的那些东西 对吧 玩的那种 男的女的都玩 对吧 然后 这个 夜夜生歌 但是又贪生怕死 又爱钱 又小气扣门 这就是今天新左派的这些国家 他的思维 群体思维模式 所以说 他会在 你会看到 他会在阿富汗那个样子 在乌克兰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在台湾 他那是什么样子 你能指望新左派控制的国家 在台湾这个地方跟世界综合实力 排第二名 几乎达到美国综合国力的 85%的这个国家 他会跟他打仗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现在都看清楚这个局势了吧 有很多网友说 老病 这两天这个乌克兰这个局势 看你这几期分析的 绝对你对这个种 局势的分析有垄断权 技战术水平相当高潮 分析的这个头头是道 在这里也感谢各位的支持 正是因为各位爱听 各位也爱学习 老病才做的友进 这里大家的是共同的上进 那么 同样的 美国他第一时间电话打给了 北京要稳台海 我说过北京也没那么快 就干台海 也没那么快 大家都在做准备 但是北京公布了几个 近期的一些训练作战视频 就说明在整个冬奥期间 北京没有停止训练 今天最重要的是 公布了第74集团军 他也是攻台 也是可能要上的 应该就是会上的 第74集团军的直升机空突 旅的和这个 特战旅的配合 做战术空降 因为大家知道空降分为这个 比如说常规空降和这个机降 那个是就比如说像运20上面 那个散兵或者坦克装甲车车往下头 这种叫做常规空降 战术空降就是利用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 渡海飞过去 直接就这个战术空降 低空跳伞 要低空 你要会低空跳伞 这玩意儿就是特种部队玩的 所以这个跟我之前的分析一点都没错 我说过前两天不是卡28反潜直升机 在澎湖这一带 飞来飞去吗 台湾不是紧张的要死 再加上 在马祖岛 就是那个旁边 它有个东营岛 上空解放军的 这个 到底是不是解放军 还是中国海舰 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说 能确定它的一架运12运输机 往上空飞过 这么低空的在飞 那上面如果说 带的是解放军的空突旅的 特种部队 对吧 往下战术空降 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色 这边74军朝向东沙群岛 解放军前两天去了东沙群岛 横穿东沙群岛 然后这两天在练这个东西 跟我分析的没错吧 我说是空突旅和特战旅的配合 可能要对离岛采取同步 如果说直接干本岛 离岛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一些特种部队 对吧 特种部队和空突旅的结合 那就是干它这种离岛的 只要派几十个解放军 就能把它东沙的手续全部干掉 这就是实力 从这里飞到东沙也很快 直升飞机直接就飞过去了 所以说解放军的这个效率非常高 所以这也是给美国 给台湾一个一种 就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练到这个地步了 随时随地可以玩 随时随地就可以玩了 对吧 而且解放军这两天 不停地在往第二第三岛练 那里再飞过去 船过去 潜艇都过去 这个又是跟老兵之前讲的一模一样 露出一车 对不对 今天的 我可以很牛逼的说一句 今天这个世界是按照我 观察到的剧本在进行的 所以说你就能看到这两边的情况 所以现在至少证明一点 美国在这边稳定 看似在稳中国 在那边要搞这个 在乌克兰它也无能为力 美国的所谓的 我们曾经学过历史 叫一超多强 这个格局已经彻底打碎了 现在就是叫做多强 多级格局 已经正式确立了 美国的霸主地位陨落了 它再也不能搞单面主义了 现在就是叫做多级格局 所以为什么法国也要搞事情 什么印太了 要干涉台海了 对吧 这两天又拍出扭尔军舰 被054A碾压的这种军舰 开到南海来 看到这个南海来 大家搞好笑吧 它也要成为在欧盟的框架内 成为一个 也是所谓的这个多强之一 这是它最要做的事情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北京宣布制裁 制裁那个事情 我就不说了 我就说一个重点 就是前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履行中国驻印尼大使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微信公众号消息 2月22日下午 中国新任驻印尼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陆康 抵达印尼履行 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 他表示印尼是重要的东盟国家和开发中大国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影响力 日益提升 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增城 印尼也正在为实现2045愿景 努力奋斗 我愿同印尼社会各界加强接触 广续友谊 促进合作 携手推进中印尼全方位友好关系发展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大家看到没有 派陆康国去了 陆康之前不是我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吗 对吧 所以大家看到 之前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去美国了 都是大家知道 优秀的外交人才都是要过一遍 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的 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 你连这个记者给你问出来的吊钻问题 你都回答不好 你怎么去搞外交 怎么搞外交谈判 所以你看 陆康 之前我们也挺喜欢的这个外交官 发言人 外交部发言人 送到印尼去了 大家看懂没有 陆康的这个讲话 印尼日益在地区事务当中的作用在提升 这不就是我之前讲的吗 对吧 印尼是不能够被西方拉拢的 所以我也讲了 为什么我解读出新闻 荷兰突然之间要向印尼赔比利道歉 什么原因啊 不就是拉拢他吗 对不对 最想拉拢他的不就是法国跟美国吗 对吧 美国最想拉拢他 但印尼跟美国保持 一种距离感 不想得罪中国 对吧 所以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印尼 因为我们在我们南海堡垒 南沙群岛就是建在第一岛链之上 就是从从此以后没有第一岛链了 我从南沙南沙就在第一岛链上面 九段线就是挨着九段线 出去就是第二岛链之 对不对 那印尼如果在那个地方加入到美国这个政治对抗的这个组织当中去 那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赶紧要派陆康啊 调整啊 跟印尼的这种状态啊 所以说这个老兵又观察正确了啊 这种动向 那种动向 好吧 那么我说过 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 看老兵来往的节目啊 多支持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兵来往 喜欢的点赞订阅系统 谢谢